真的只要我們用心去願意分享的時候 我相信天主會幫我們一齊 所以我們可以安心 亦都跟天主合作 對你來說 就是回應聖照 都是一件很新鮮很新鮮的一件事 那我又想問一下 其實我知道回應聖照 就不單止說是做神父修女那麼簡單 我們很可能是 就是天主給我們一個的使命 其實我們如果去做一些 我們覺得是天主要我們去做的事情 其實都是在回應使命的一種 那對我們來說 其實你覺得最重要的態度是怎樣 就是我們怎樣去知道 究竟哪一個才是我的使命 就是我覺得是很多 現在的年輕人都會想的一個問題 究竟哪一個才是我自己的叫 你會怎樣看這件事 我想很重要的就是 你願意去擺時間去看 就是你願意將這個 你的召叫擺在天主面前 可能藉著祈禱 找神師 就是找一個神父修女 你信得過的 就是定期一起去談 你內心那份的意向 我想經過那份的辯別 聖神會帶著我們一起去看 是 我想那個就是幫我們更加明白 我們的召叫在哪一段 就是要不斷地跟人談 是的 還有祈禱 那什麼時候才知道 我真的要去到正確的位置呢 其實我想過程當中 你會祈禱 祈禱會讓你明白 啊 就是我覺得 每一刻的時候 這個召叫內心特別平安 祈禱當中 你有那份的平安 嗯 我想這個就是幫我們慢慢去看到 還有 當你去過這些的時間的時候 天主會帶著我們去走 嗯 OK 那我希望在場的青年人聽到的話呢 都會有這一份的平安在那裏 那再繼續呼籲了 如果在場有人可以 就是有問題想問的話呢 我們都歡迎我們有工作人員去遞咪的 那同一個時間呢 我又想問一下你 如果就是問一下 你如果從 剛剛當初開始決定了做神父 到現在你做了神父了 你覺得背後那份的動力有沒有分別呢 現在 或者是就是那個理念有沒有不同了呢 嗯 我想 最初回應召叫 我想我這樣看是報恩 因為那份報恩就是源於就是 天主對我家人那份的愛 就是 爸爸年9 爸爸在99年發病cancer 是 最初就是經過那些年紀的過程當中 信仰生命都好像 古事那樣的大插水 嗯 自己都會質疑就是說 我的天主在哪裏呢 就是 究竟 為什麼天主好像在玩我們呢 但是 過程當中 天主 用另一個方式去答我 就是 用著身邊的人 用著 就是 跟我們一起 給我們支持 那樣我明白到就是 天主用另一個方式去答我 是 那我想 看回過程 這年半的過程當中 天主那份對我 對我家人的愛 就是 我看到就是 天主那個的愛 天主那個人的同行 很具體 嗯 而這份愛 也觸動自己就是 啊 既然天主那麼愛我 我可以說他做些什麼呢 是 於是 就是 就是開始 就是去辯別 然後入修院 嗯 不過我想 正如就是 之前也有朋友也有問過就是 啊 你 如果真是報恩的話 報一下報一下 一年兩年 什麼都報了 做了 是的 那麼 這七年當中看到就是說 不單只是報恩 是 更加看到就是說 天主那份敬愛 那個感動 嗯 嗯 這七年當中 其實自己都有遇過一些的衝擊 也都遇過一些的失落的時間 不過 看回天主 對自己那份的支持啦 還有 天主 沒有因為我的有限而 丟下我 反而 他給自己那份的信心 那麼肯定 那我想 那份愛 令到自己 就是 貼貼伏伏的那樣去 願意去 繼續 以著這個的生活 去服務天主 就是從來一個 可能是報恩的過程呢 一路慢慢去學習 慢慢再去 就是 深化 天主 之後再深化 你發現原來自己 其實我都就是 心甘命底 這樣去做的 OK 那不如這樣吧 我們在這裡呢 都給多一次掌聲 我們在這裡都大聲點掌聲 因為我知道 就是做神父呢 是一個 很具挑戰性的工作來的 那兼且呢 就是我知道你一定會遇到 很多的挑戰 困難 但是同一個時間呢 都是一個恩典來的 那所以呢 都希望在這裡 就是送上一些的祝福啦 那同一個時間呢 也都希望大家呢 繼續支持我們iTalk 在未來這幾天的書展裡面呢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嘉賓 就會上來和我們聊聊天 有神父啦 收女啦 也都有一些普通教友 那我們呢 都會在這裡呢 再呼籲大家可以來參與一下 哎 神父是不是有 記住 希望大家 真是 各位青年人 真是回應天主的召叫 願意做上主的仆人 大家都知道 就是 普世教會都面對著 不夠神父 不夠收女 都希望大家 去 願意回應天主的召叫 作為家長的 很重要啊 你們 讓你的子女 有一個信仰的家庭當中成長 讓他們經驗到 這份的信仰的時候 他們都會願意去回應 那所以 大家記住 一起努力 那希望大家都會記住 這個 30出頭 新出道的神父的故事啦 好啦 我們現在時間是這麼多了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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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